第八章有沒有自己看 真的喔 好啦其實我也沒讓你們全部看啦 所以在這邊後面有些東西 待會會上的比較快一點 但有些地方該慢的我還是會慢下來啦 第八章裡面其實我們有一些 前面在談有一些地方都用過了啦 稍微再repeat 然後再多一點新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會把第八章第九章都上完 然後最後 下禮拜上11章 那第10章的部分 我們上次有講過 第10章的部分是談那個資料結構的部分 那資料結構在這邊對我們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重要啦 所以我們把第10 第10章會先跳過 然後下禮拜上第11章完之後就 C Language這部分就告一個段落 那再下一次上課就是在談MetLab 對我們上次有提過 好 第8章其實他專門把 字元跟字串拉出來談 那字元跟字串我們其實也用了蠻多了 好 字元字串 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 對我們來說 我們大概只是拿來做 Input Output這種概念 但是其實字元字串本身 它也可以做一些 比較複雜的運算處理 所以這邊 其實它可以用到更複雜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要開發一些 所謂的文書處理相關的 一些程式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這個程式專門是在做一些文書處理的功能的話 那這個 這邊所用到的一些函式 就是說C它裡面內建的一些函式可能就可以拿來用了 但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並沒有真的要去做那麼複雜的 所謂的 Word Processing 就是那些 字的處理的部分 文字的處理部分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可能不會用到那麼多的函式 但是 課本把它排第8章我們還是 把最基本的我們可以用得到的 我會把它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至於其他 其他裡面要談到的函式部分 以後如果你們真的要用到 你們再自己來參考這個課本 所提到的這些函式就可以了 我們之前提過什麼叫字圓什麼叫字串 對不對 有沒有印象 有啦 字圓就是一個嘛 那字串呢 就是把字圓組合在一起就變字串 那 字圓 基本上 它可以是一個常數當然也可以是變數 那如果是一個常數的話 如果是一個常數 在我們看起來 當然我們在電腦螢幕看起來 它可能就是ABCD 或者是1234 或者是什麼 刮虎這些東西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看得懂 人類看得懂的這些 符號 但是其實 我們說過 電腦它是有什麼 編碼 就是說 你要讓電腦看得懂 我們 人看得懂的 電腦不一定看得懂 不是 不一定啦 就一定看不懂 我們人看得懂 電腦看不懂 所以你要有一個什麼 要一個translation 要一個翻譯 那這個翻譯的過程中間 就必須透過編碼 我們之前談過一個編碼而已嘛 對不對 我們有談過什麼編碼 剛剛有人講啊 什麼 阿阿什麼 ASCII 那什麼叫ASCII編碼 不會喔 那我期末考就來考了 好 何謂ASCII編碼 ASCII編碼 就是說 其實字圓 如果是一個常數的話 它其實也是一個數字 它也是一個INT INT是什麼 整數嘛 它也是一個整數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就是在我們的編碼 在所謂的字圓級裡面的一個編碼 是一個整數值 是一個整數值 所以 像 這邊 課本舉的例子 像 Z 那Z當然有分小Z跟大Z啦 那或者是這個backslash 這是一個特殊的符號 那這些東西在我們所謂的ASCII編碼 ASCII ASCII這個是什麼 縮寫 也要知道 因為它就代表這個意思嘛 在這個ASCII的編碼裡面 小Z它代表的是一個整數 這個整數什麼 122 就是這個東西 那122當然 電腦也不一定看得懂 所以它還要必須把它變成是電腦 這個在 所謂的程式轉換的 就是 編 編譯的過程中間 它會再去把它轉換成這個 也許是二元編碼 因為電腦唯一懂的就是二元嘛 Binary的東西 所以小Z代表的是122 那這個backslashn可能就代表 就在ASCII編碼中是 一個INT代表是10 所以 所有的字編 其實在 我們的ASCII編碼都有一個對應的一個整數值 所以它是一個INT 所以字編長數本身它其實是可以把它 看成是一個INT 是一個整數 雖然 整數有自己整數的形別 對不對 我們可以宣告一個字編叫什麼 它的形別是什麼 就是用CHAR對不對 就是 用CHAR來宣佈這個變數的形別 那這裡面 變數的形別 這個變數裡面可以存一個什麼 可以存一個 存一個字編的常數 那這個字編的常數基本上就是一個INT 概念是這樣子 那字串當然就是 叫String 所以我們以後看到有些韓式的名稱 它後面有一個S的 這個S代表就是這個String的概念 就是字串的概念 那就是把字體 單一個字編把它 串在一起 變成是一連串的字編 那這裡面當然除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字 我們在 城市裡面有去宣告不同的形別 包括整數 然後 符點運算 符點 Forting number 就時數啦 然後再加上 所謂的字編 Character 但其實 其實這裡面 你要去注意到 就是說 像我們說 有一個數字 有一個 有一個數字叫123 但123當然它可以是變成是一個整 它就是一個整數的 常數對不對 是一個整數的常數 123 但這個123你也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字串 這個字串裡面包含的是 123 這三個字緣 所以 這種所謂的 阿拉伯數字 阿拉伯數字 雖然是阿拉伯數字 在我們看來它是一個數字 是一個Numerical的 數字的東西 但是它也可以把它存在什麼 可以存成是一個 字緣 或字 對可以變成一個字緣 所以1 它可以是字緣 那如果當 你把1 或是123這個東西變成字串 的時候 它當然就是 就是字緣 或字串的概念 那你就不能拿它來做 當成 一般的所謂的整數來做運算 是不是我的意思 所以123今天 你把它 你如果要存在一個變數 你是把它存在一個整數的變數呢 還是你把它存成一個 所謂的 字緣的 或字串的一個變數 那當然存在不同的變數 它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因為 數字才可以做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一些運算的話 數字才可以運算 那字緣或字串呢 它只是呈現而已嘛 它只是把這個數字呈現出來 所以 1 可以是數字 1 也可以是字緣 你知道嗎 今天 你把它宣告成是什麼樣的變數 存進去 好 那所以 那當然字串裡面還有一些 可以 我們剛剛說過 字串裡面可以有字母 字母當然就是那個 ABCD大小寫 數字 你看 數字裡面是放字串的意思 數字放到字串裡面 它就變成只是字串的意思 它不是數字 雖然它看起來是數字的東西 那當然還有一些特殊符號 這些特殊符號 就是一些puntraction的東西 怎麼加減乘除 型號 等等 不是型號 Dotor sign 那所以這些東西都可以放在字串裡面 所以字串是通吃 字串就通吃 就是都可以 但是它放到字串裡面 它就是字串 所以數字放在字串裡面就變字串 這樣的概念 那 常數的 就是說如果把它變成字串常數 我們當然知道 就是說剛才說如果是字緣的話 字緣的話我們是用什麼 是用單引號 單引號引起來就是 就字緣對不對 就一格而已 字緣常數用單引號 那字串呢 字串要用什麼 雙引號啦 這個看過就知道 那另外我們通常在宣告字串的時候呢 是把它宣告成一個陣列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把它變成 這個叫什麼 把它變成character的信號 那個是什麼意思 可以變成是一個 一個什麼 指標 所以 字串比較特別 字串我們 可以把它變成是 字緣的陣列 字緣的陣列 或者是把它變成是一個 character的star 就是代表它是一個 指向 指向一個 字串的一個 什麼 指標 字串一個 字串的一個指標 的一個變數 所以下面這兩個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character color 然後呢 中瓜糊 這裡面你不去 不去宣告它的這個 數字 可以啦 然後呢用雙引號引起來 blue 或者是你用這個 const character star color point 然後呢 blue 這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 所以 當然你這邊特別去把它加 const 那我們說過 上禮拜提過 co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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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 是把它變成是什麼 常數嘛 是哪一個是常數 常數有兩種 是嗎 是什麼 指標所指向的那個內容 是一個 const 所以這時候才把 const 寫在外面 當你把這 const 寫在這個形別的外面 代表這個指標變數 所指向的那個內容 是不會變的 這個我們上禮拜不是花了很多時間在講這個嗎 那如果你是要讓指標不變呢 那你的 const要拉哪裡 const要拉到這個 star 跟這個color point的中間嗎 對齁 請莫考的重點 跟你們說過啦 好 所以 基本上這個 這兩個變數 不管是color的這個陣列 或者這個是color point的這個 指標的變數 它都是可以 可以用來儲存陣列 都可以用來儲存陣列 儲存這個字源 字串 說錯 儲存這個字串 blue這個東西 這個字串的常數 那當然 這裡面我們上次有說過了 以陣列來說 它其實雖然是就有看到blue對不對 blue幾個字元 四個啊 但是它真正 在記憶體裡面是佔幾個字元 這佔五個 這也要小心 因為它最後有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Ending的那個 back slash 0 back slash 0 另外這個color point 當然它就是指到哪裡 所以這color point就指到 這個 這一串 blue加上一個back slash 0的什麼 的一開始的那個 address的位置 那個位置的位置 那個address 的位置 所以這個color point 指到這個東西 接下來 我們上禮拜其實有提到 指標變數 用來跟陣列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你陣列 像你如果要指到第一個位置 是什麼 color 0 對不對 color 0是代表 b嘛 那你如果要指到這個 用這個color point 指到第一個呢 不用加1吧 我只是說b 第一個 第一個它的位置就是什麼 就是color point 就指到 這個blue的第一個位置 就是b這個address 所以你要把這個b取出來怎麼取 就一個信號 color point 對不對 那如果要指到第二個呢 這邊陣列的話就是color1 對不對 那這邊呢 star 刮弧 color point 加1 對不對 那或者說我們也可以直接用color point把它當成是一個陣列 就把它寫color point 中刮弧 1 上禮拜也有提過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叫做 利用指標陣列的概念去指到它 這個上禮拜 我們有提過有 有 有四種方法 有四種方法可以去用到這些東西 這些 基本的概念也要有 要知道 因為你在寫程式的時候可能都會可以用得到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 剛才說的star 然後呢 刮弧color point 加1 刮弧 或者是用直接用color point 這個指標 當成是一個陣列的概念 所以color point 中刮弧 1 它也同樣是指到第二個 第二個位置 就是l 所以這些東西你要自己要靈活應用 你要靈活應用的前提是什麼 是你要懂的概念 你要懂的概念 所以 考試我們當然不會考一模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這個基本概念 才能去運用它 好 那 ScanF 這個當然我們 用N遍了嘛 對不對 現在還沒有人不會用ScanF 應該沒有啦 對不對 ScanF是在讀資料進來 ScanF這個讀資料進來的時候 我們說過 它的這個 它裡面要一個轉換詞 那這個Ward如果是20的話 那你 你宣告它是一個資源陣列的話 你這邊 的變數就不需要怎麼樣 不需要再加 A% 你怎麼樣 睡過頭啦 還是有 另有要工 昨天太忙 真的啊 盡量不要遲到 第一次啊 是嗎 你笑他 所以這個Ward是什麼 Ward是一個 自圓陣列 所以它自圓陣列這個Ward本身代表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指標 所以我們這邊為什麼不加N% 對不對 為什麼不加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指標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是整數的呢 整數的變數 或 整數的變數 你這邊就要必須單 如果只是單純的是叫 單一個變數啦 或者說我們所謂的類似 不是陣列啦 就是單一個變數的話 那你這邊在ScanF的時候 你這邊就要加一個什麼 N% 對不對 這都之前學過了 那當然 這個都這個之前看過了 所以我們大概就知道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談一些 資源處理的函事庫 這個 這裡面有很多啦 但我們這邊八字三先講一些 他要include的一個叫ctype.h 這個我們上次有看過 我們上一張有正好用到其中一個叫什麼 有沒有印象 我們上一張有用到 去include的這個ctype.h 上一張有一個例子啊 你回去都沒看 這裡看就知道 小寫變大寫對不對 我們把它叫做 to upper to upper 這個用到ctype 要include這個 這個header 這個 這個叫.h 的這個檔案 那 接下來 下面這個表 這個不是圖啦 這個表反正會接受一個 一個onsign的一個字元 就是用整數 或是用EOF EOF就是end of file 當然是引數 EOF是符記號 我們看他這個表 這個表裡面呢 現在有樂樂等一大堆 還到這裡 所以 這些都是在 ctype.h裡面他 去定義的這些字元 操作的一些 函式 那這裡面 我們 會來看 會來看幾個簡單的啦 像我們之前上次用到的一個就是 就是 這邊怎麼沒有 這邊有to lower 但是 哪一個 就is uppe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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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per 這不是喔 這個to lower 應該是這個吧 怎麼漏寫了嗎 我們上次用的是to upper to upper 這個是 to lower是什麼 to lower就是把它變小寫 那我們上次用的函式是to upper 就是把小寫變大寫 大寫就還是大寫 那這個to lower就是 他的這個形式就是 to lower就是 他接受一個引述是一個intc 那這個intc基本上其實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字元 所以他這邊的引述你看他都是intc 但這個intc其實是什麼 他其實是一個 5號的一個字元 他可以用整數來呈現 所以你今天宣告 上次我們在 用那個to upper的函式的時候 你記得他傳什麼當引述 他也是傳字元 他是傳字元當引述 但是我們這邊 這邊的函式都是傳什麼 傳int 那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們就說為什麼 因為 每一個字元 他其實本身代表 就是一個ASCII編碼 他就是一個整數的概念 所以他在這邊的函式 他是 tack這個字元 把它自己轉換成ASCII編碼的整數 當成是引述傳進來這個函式裡面 所以他這邊不是用karriket 他這邊用intc 用intc的概念 這樣知道嗎 會有點 confuse為什麼 這明明在處理字元 為什麼他的引述是什麼 是一個int啊 那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因為每一個字元 他其實就是一個 是什麼 就是整數啊 知道嗎 這些基本的概念都要知道 那接下來這邊很多 這些什麼 isblank isdigit isalpha is 什麼 xdigit 這些 這些都在幹嘛呢 這些都是在協助你判斷 字元的一些 一些結果 那我們 待會很快的 把它go through 過一遍 這邊就會開始談 什麼叫isdigit呢 他就判斷他的引述 是不是0到9的一個 數字字元 是字元 不是數字 數字的字元 就我們剛剛說的 0123456789 他看起來是數字 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是 要判斷他是不是一個字元 數字的字元 所以是0到9 阿拉伯數字的字元 isdigit就判斷他是不是 那isalpha呢 這個其實就是用類似英文的概念去判斷 是不是 is不是一個疑問詞的開頭嗎 是不是 英文你就說 is this is a 什麼造句呀 book is this is a book 對不對 那意思就是開頭疑問句嘛 所以這邊就是 isdigit isalpha isalneum is a digit 這個isdigit是判斷字元 數字 那isalpha是判斷這個 大寫或小寫的字母 那這個alneum是代表所謂的 字元加 字母加 加數字 這個就是 alpha加這個 alpha加numerical這種概念 這個alpha numerical的概念 alneum就是代表 數字 他是字母或者字元 那這個sdigit是代表他是不是16進位的一個數字 那這些都是 你要用就用啦 那我們這邊 課本有一個例子 課本這個例子很簡單 這個他只是 是用來寫一個 來demo 呈現給你們看看 怎麼樣去使用這個 函式 所以他開始有inclusive type 那接下來這個只不過是兩個print 兩個printf 那這兩個printf 我們要注意看的是什麼 要注意看的是他這邊highlight起來這個東西 因為他這裡面是去呼叫這個isdigit 單引號引起來8 然後你記得看他這邊 這個很長這一段 這兩個d號之間 這兩個d號之間其實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operator 是一個運算 在這個運算裡面他去呼叫isdigit 然後這邊再加上一個問號 再加上一個冒號 我們說過這個是一個什麼運算 這也是一個運算值 是一個三元的運算值 我們唯一學過的一個三元的運算值 就是這個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 這個在幹嘛 第一個 三元嘛 就三個運算元 哈囉 沒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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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的運算值呢 呃 第一個是代表什麼 第一個運算元是幹嘛 然後第二個運算元在幹嘛 第三個 operator 第三個operator operator在幹嘛 運算元在幹嘛 有沒有一下 對啊 這個 你們都不會喔 不會我這次好期末考就要考了 真的啊 會不會 這三元運算值在幹嘛 第一個在幹嘛 第一個在判斷它 是 是 是什麼 第一個概念就代表它的 類似True跟Force嘛 喔 如果是True的話呢 選擇 選擇第一個 喔 選擇第二個啦 應該算第二個運算元 那 但是後面這兩個其實是對 類似相對的喔 那如果是Force呢 當然就選擇 最後面那個 這樣知道喔 那所以這個在幹嘛 這個printf 當然printf 大概用N變了嘛 printf這裡面當然有很多 這個叫什麼 轉換詞對不對 有%s 有backslashm %s %s backslashm 就一大堆 反正這邊 那它接下來第一個是一個 字串常數對不對 字串常數叫according to its digits 然後雙贏號 所以這個是對應哪一個 第一個%s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就一個backslashm 就是跳下一行 然後接下來兩個%s 它就是用來對應什麼 接下來這兩個%s就對應這個跟這個啦 然後這邊有兩個有沒有 一個是這個三元的運算子 然後再加上一個什麼 digit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兩個對應這個 然後接下來的兩個%s 又對應這兩個 所以這邊就在判斷 去呼叫這個 digit這個函式 然後呢 這個引述給它的是什麼 是8對不對 那是8的話 它就判斷8是不是一個所謂的digit 那它這邊就說 8 is a 就沒有了 沒有的話 接下來搭配的是什麼 digit這個嘛 如果它是true的話 它輸出的結果就是 8 is a digit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8 is not a digit 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它利用巧妙的運用這個三元運算子 去 去把它這個 去搭配這個is digit去判斷它 判斷它的輸出結果 那這邊接下來好幾個都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 就 這邊還有很多print什麼 就把剛才的這個什麼is 所有的is的這些判斷都把它寫成這樣的東西 去 去輸出 所以這樣得到結果 8是一個digit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叫什麼 警字號 警字號就是什麼 is not a digit 類似這樣的方式去做判斷 所以這個是去呼叫 呼叫一個這個 它裡面的內建的 這個函式去做 這邊就是跟我們剛剛說明的 這是一個條件運算式 問號加冒號是一個三元運算 來判斷 anyway 那is digit當然它會傳回什麼 如果它是一個 如果它是一個 符合所謂的數字的話 is digit就傳回一個非0 那非0的意思就代表 一般就代表true的概念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它就傳回0 那傳回0就代表force 就代表是錯 錯誤的概念 懂不懂 所以is digit它會傳回 一個整數 對不對 因為它的這個函式的形態是什麼 這個函式的形態是什麼 是int啊 這個int就會傳回 一個0 或者是非0的值 那如果是0 一般我們就把它當成 在邏輯判斷裡面就是force 那如果是非0呢 就true 好 這個我們很快的跳過去 那另外這邊什麼 is lower is upper to lower 這邊有寫啊 to upper 剛才那個to少寫一個to upper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看過的那個to upper 那to upper一樣是把這個小寫變成大寫 類似這樣 那is lower就是判斷它是不是小寫 is upper就是判斷是不是大寫 這個都是 你如果需要做一些文字 文字處理的時候 你可能才會需要用得到 一般 做 數值運算比較不會 所以這邊一樣同樣的這些東西 is lower is upper 然後接下來它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把它這個convert 就是把這個小u to upper之後呢 它就變大u就把它印出來 那所以這邊可以去看它的這些輸出的結果 這個回去你們自己看 這個不難 那接下來什麼 space control punctuation print graph graph 這些都是有各自的一個特定的字源要去跟它對應 這個不重要 這個我只是帶過去 這個不重要 這個有需要用到再去看 那這邊我們就很快的把它跳過去啦 好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也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裡面有一個 東西可能會 跟我們的 指標會有點關係 這邊再談到 字串轉換 字串轉換 那 這邊 字串轉換這時候不是用CType 它這時候用所謂的Standard Library Stdlib 我們在哪邊也有用過 Stdlib.h random random對不對 在random number跟那個 還有什麼 srand 所以我們這裡呼叫srand 然後呢 還有 srand 就是srand 還有random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做字串轉換的時候呢 它也需要include這個 這個library Standard.h 那這裡面的概念在幹什麼呢 就是把 這邊我們剛剛有談到說 字串裡面有可能是數字對不對 但是你要把字串裡面的數字 把它抓出來真的變成是整數 或變成是浮點運算的數字 或變成是所謂的 這個時數的話 那因為 你今天如果 讀進來的資料 你是把它存成是一個 字串 讀進來的資料如果是數字 你認為它是數字 就是我讀1 2 3 我期望它數字 但是你今天如果把它存成是 字串 那你接下來這個字串變數 你不能夠去做運算嘛 所以你可能需要再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整數或者時數 所以它這個功能 就是在把數字所組成的字串 要轉換成整數或者是浮點 浮點數字 好不好 所以這個功能在做這個啦 那這個有可能會用得到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假設你的 你的資料庫或你的Data裡面 裡面存的這些1 2 3 這些數字的東西 今天如果是 如果是字串的東西 那你要把它轉換成整數 轉換成時數的話 你就得透過這些函式去做轉換 這是它的功能啦 這是它的功能 那這邊有主要有三個 有三個一個叫StringTo 這邊 在後面 都看不到你們自己 Download那個 PowerPoint下來看 STR就String嘛 代表String的鎖寫 TO就To 那這個D呢 D通常就代表 它的類似一個 形態 那我們D通常代表 可能是什麼 Double 那接下來這邊還有一個 StringToL 那這個L就代表 一般是代表 LongInteger 這是LongInteger 那另外這邊是 StringTo UL UL就是OnSign的LongInteger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但是這邊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這邊比較麻煩的是 它的引述 你看一下它的引述是什麼 來你們看一下 它的引述是什麼 還有幾個 兩個引述 第一個引述是什麼 第一個引述我們剛才就看過啦 Const Carraculous Endpoint 這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這個引述代表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字串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字串啦 我們剛不是在談過字串的部分嗎 這個Const CharaculousStars Endpoint 就是一個字串 那這個代表這個字串 我們要去處理的啦 那第二個引述就比較特別啦 第二個引述 我們以前沒看過啦 現在可能才第一次看到這個叫什麼 這有兩個信號 一個信號就已經搞得你 死去活來了 再兩個信號 這兩個信號寫在衝上 這兩個信號我們待會會講 這兩個信號 原來一個信號代表什麼意思 就指標嘛 兩個信號呢 指標的指標 不錯有概念 可以的推理 指標指標什麼意思 不錯不錯不錯 指向指標的指標 然後如果三個勒 就是這樣沒錯 那我們兩個就已經 一個就已經頭痛了 兩個勒 更頭痛對不對 好我們待會會談這個在幹嘛 這個東西 這邊接下來談就是說 我們剛才談的是 St 圖L 對不對 但是你也可以 提 也可以圖LL啦 那圖LL 就是剛才是 Long 剛才我們只有一個L 代表是LongInteger 那現在兩個L就代表LongLong 那如果是 UL 那現在變成 ULL 就代表 LongLongInteger 這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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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 我們的第一個引述是用 Const Const來宣告 這個Endpoint 所以基本上 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陣列的概念 然後就是一個 自串陣列的概念 不過現在就用成 用指標 所以把它成為加一個Const 然後加一個Const 那接下來有個例子 會用一個 用一個程式來說 你是怎麼去使用 這個所謂StringToB 然後StringToL 然後StringToL 這個概念 我們先來看 看這個好了 先來看這個後面的這個引述 當然這個引述的部分 我們還是接收兩個引述 第一個引述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一個Const 這個其實基本上就是指向什麼 指向一個陣列 一個自串的陣列的東西 那第二個這個兩個信號呢 它其實就是指向 指標變數的指標 那這個 我們所謂的參考圖7-3 5-7-3 5-7-3 大家一定不知道是寫什麼 不過就是類似我們剛才 只要看那個 5-7-0 5-7-3類似這樣的 5-7-3 就是說 我們今天宣告Y是一個整數變數 YPoint是一個追應它的整數變數 一個指標啦 那 假設Y裡面存5 那Y這個5在我的記憶體位置是這個60萬 這個是它的address 60萬 那我的YPoint就存什麼 就存60萬 但是這個60萬本身有沒有要佔記憶體空間 這個本身也有記憶體空間 所以它本身也有一個 它還有一個address 這個address就是50萬 所以如果你宣告兩個信號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例子來看 所以你如果要再指到這個50萬呢 那你就要去宣告另外一個變數 是用兩信號來持相場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 這個剛才的Y如果是5 那我宣告一個star YPoint YPoint 然後再宣告一個 int star star YPPTR 那這邊就有三個變數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要把Y跟YPoint去連結 就是把m%y存到什麼 存到YPoint 另外照剛才那個例子就是 Y是 Y的address是60萬 對不對 60萬就存到哪裡了 就存到YPoint 對不對 那本身YPoint也有一個address 就剛說的50萬嘛 那我要把這50萬存到什麼 存到這個指向指標的指標 就你剛講的啊 指向指標的指標 所以呢 你就m%yPoint 這個就50萬嘛 這50萬就存到什麼 你宣告的這兩個信號 point point 就是兩個信號star star YPPTR這個變數 好不好 所以這個m%yPoint的 這個東西就會存到這個兩個信 你剛才所宣告這兩個信號的point 好 都知道吼 好 那我們要怎麼 這邊你可以去rug看看 這三個其實都代表同樣 是不是代表同樣 沒有 這兩個啦 前面兩個 一個是你要去算它的address 然後這個其實m%y跟這個yPoint是一樣的 那你要指到y當然就是用一個信號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叫de-reference de-reference的那個operator 有沒有 你用信號yPoint就會指到5了嘛 對不對 就會得到什麼 y的value 知道嗎 m%是怎麼樣 是取它的address 啊 信號咧 取出它的指 對不對 所以這個信號yPoint就是取出它的指 所以這應該是5嘛 對不對 好 那另外這個呢 m%yPoint 就剛這個 那跟你的yPPTR 這兩個應該是怎麼樣 是一樣的嘛 然後你要如果真的要 透過這個yPPTR 去指向原來的5呢 那你是一樣就是原來是指 你原來用一個信號就可以了對不對 現在再搭配一個信號 這就是兩個信號然後yPPTR就指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 從 就類似從500指到600 從50萬指到60萬 60萬再指到多少 所以它要兩個信號 好 就是這個概念指標 那這個 這個你們自己跑了 我這邊就跑給你們看 反正你大概知道有這個概念 它這兩個信號的意思就是 指向指標的指標 指向指標的指標 好 現在這邊有沒有問題 指向指向指標的指標 已經 好 我們情況好 我們把這個 但是指標要好 這個就比較複雜一點的指標就算 但是這個 告訴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個就會影響到我們 影響這個 會影響到這個 所以我們大概起步好多 好 反正那這個要讓你們知道一下 這個 carat star star在幹嘛呢 這是我們剛才所謂的這個 String to double的這個概念 所以第一個是代表你要去處理的那個字串 那個字串 第二個是幹嘛 第二個是一個叫做 star star的end point 那這end point在幹嘛呢 剛說過 這邊在談 就是說carat star star 它這個引述一開始指向 一開始就不管它 反正它就會指到某一個位置 那經過這個函式去呼叫它之後呢 它會完成所謂的指向 它會指到另外一個部分 指到什麼 已經完成轉換的後面的第一個字元 那什麼叫已經完成部分後面的第一個字元呢 我們直接看例子 直接看這個程式的例子 好 這個程式很簡單 就這樣而已 include the stand up stdio stdlib 對不對 然後補程式 然後我們給它宣告一個 一個string 叫做51.2% 什麼啊 那這是一個 自竄長數對不對 是一個自竄 或自竄的變 這是自竄長數存在這個 存在這個 theon string這個 這個s當它 那接下來你宣告 一個double d啊 然後一個什麼 character stung string point 那接下來你就去呼叫剛才說的這個string to d 那string to d string to d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string to double 那你第一個字元是什麼 第一個字元就是一個 一個陣列的指標 就是類似陣列的指標 那你的string就是什麼 你的string就對立它嘛 對不對 就代表它的第一個陣列的 就代表它的第一個引述是陣列的名稱 或者是陣列的指標 是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那接下來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叫 string point 那這邊我們沒有去宣告兩個信號 但是你這邊把它用ampersand string point ampersand string point string point本身就是宣告成是一個指標嘛 那這個指標再把它加一個ampersand呢 就變成指標的指標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這邊 第二個意思 你用ampersand string point 其實就是類似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star star的概念 那接下來你就把它印出來 印出來結果你發現 你原來輸入的資料是51.2%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 如果要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又要再去印出一個雙引號 這個之前你們看過了 有沒有 就是說 你要在這個printf裡面要去印出一個 因為你本來就是用雙引號去引出 它的這個什麼 這裡面的這個轉換詞嘛 那這個轉換詞裡面你如果要印一個雙引號呢 那你這邊要特別要加一個什麼 backslash backslash雙引號這邊你才可以跑出一個雙引號的東西出來 那這邊是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把它的原始的輸入的東西 自串把它弄出來 那接下來它這個串出來的結果 它會把裡面的這個所謂的字圓 所謂的數字的部分 特別是這邊是一個double 是一個補點英算的東西 它會把它抓出來存到什麼 存到d 那這個d就是你宣告的這個double 那這時候你再去印出來的時候 這個d你這時候要搭配 是要用percentf 那percentf是什麼意思 percentf是 是floating number的converter 它的對應的轉換詞 就是percentf 那它這邊用點2 那這個點2 我們其實第九章還會再談 但是其實我們全部都用過了 點2在幹嘛 重點的位置 所以你們會看出來 它這邊就是 把51.2抓出來 所以在double 輸出的時候是兩個精度 所以是51.20 所以它就把它抓出來 那這個時候 這個d你就可以去做什麼 做一些什麼運算就可以了 做一些數字運算就OK了 那後來我們剛剛說的 後面的這個string point 在幹什麼 string point 它就是 51.2它抓到之後呢 它接下來的那個指標 這個string point 的指標 就會指到什麼 抓到完後面的這個指標 這個第一個位置 所以51點後 接下來的位置是percent 對不對 所以你接下來 把它印出這個string point 的時候呢 它會印出什麼 會印出percentf 就代表後面這一塊 後面這一塊 就是你把數字的部分抓出來之後 你接下來這個函視會把它 把它接下來後面那一部分的這個字串呢 把它 一開始的指標存在什麼 存在這個string point 就是從這裡 好 所以這樣的話它就會印出來 所以你再印出這個string point 有沒有 這是一個string point 它對哪裡 它是對後面這個percents的時候 它就會印出percentr 然後它這麼一點 所以它是指到轉換之後的 的什麼 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指向已經完成部分後面的第一個字 轉換完成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轉換完成51.2% 就是51.2已經轉換了 所以接下來第一個位置就是什麼 percent 對不對 就是percent 所以percent的這個string ptr這個部分 就會指到這個percent的位置 所以當你把它印出來的時候 印出string point的時候 它就會印出percent 好 這樣子這樣 這樣子結果 好 不能啦 但是既然現在到太複雜了 我們不好了 所以只是讓你們知道的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這個string to L 也是一樣的東西 你們就自己參考一下 這邊它也是一樣 去把它做這個數 那唯一的差別 它做了一個就是 用L 0 還有什麼 它會用0 會有幾個不同的這個 同時它可以輸出是8經位 10經位 10經位 10個經位的東西 是string to L 那string to L 也是一樣的 L 然後來看臉 所以你們就會 有信心就自己看 有信心就不用看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下一節課來講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標準的輸入跟輸出 這個以前我們也看過 但是這次我們更正式的來看它